國稅局IRS星期四叫停新的疫情小企業稅收優惠申請 以保護納稅人免受大量可以申請的衝擊 該稅收優惠名為Employee Retention Credit 是為了在新冠疫情期間支持小企業而設立的 每名企業員工可以獲得數千元的稅收優惠 但此舉也導致大量中介華資商公司向小企業錯誤地承諾 有資格獲得這個複雜的稅收優惠 部分中介甚至以此謀利 他們向IRS提交了大量申請 影響了IRS處理的速度 自該項目啟動以來 IRS已收到超過360萬份的申請 其中大部分在過去90日內收到 截至2023年7月1日 IRS刑事調查部已啟動了252項 涉及超過28億元的 涉嫌欺詐性ERC申請的調查 其中15項已導致聯邦指控 6項已導致定罪 天安維持記者編輯報導